台灣今天新增三例確診 其中兩例境外移入 一例本土感染 川普譴責世衛組織以中共為中心 給美國防疫錯誤建議 美國考慮擱置提供WHO資金 武漢今天解封 有超過五萬人搭火車離開武漢 其中前往珠三角的旅客就佔了四成 台灣丹麥合作抗疫 中共肺炎血清檢測只要12分鐘 準確率打九成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請鎖定 新唐人亞太晚間八點新聞